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7集 夏小兰的自我介绍没有特别难的词 不华丽 和她的外表比起来 这段自我介绍甚至朴实的过分 但为什么就这样吸引人呢 连凯瑟琳都多看了夏小兰两眼 夏小兰短短几句话 不是抱怨 也不是煽情 没有逗得大家发笑 就是很简单向大家描述了 她学习英语的方式 画面感太强了 闭上眼睛 好像能看见一个农村女孩 对着一本破英文词典 爱不释手的翻阅 不管评委还是观众 大家都太单纯了 不知道有一种自我介绍里 包含着卖惨 低届的卖惨 是哭哭啼啼的祥林嫂 高届的卖惨 是吃过的苦 要笑着讲出来 祥林嫂惹人厌烦 后者却容易让人动容 夏小兰讲的又不是假的 只是事情发生在上辈子 她大学毕业后当销售 因为业务关系 开始恶补英语 那时候是千禧年 其实英语补习班遍地开花 想要提高英语水平 有太多办法 夏小兰只能选 最土最老的办法 大学毕业后 重新把英语捡起来 一本词典都快翻烂了 闷头学了两年 可能累积够了基础 两年后 水到渠成打通了人都二脉 英语水平是突飞猛进 都是贫穷在作祟呀 是她真实的经历 讲的时候就不心虚了 夏小兰一张什么嘴 搞销售的 搞销售不是要嘴皮子多利索 是要让客户信任 现在评委就是客户 夏小兰要推销的产品 就是她自己 徐国章心想 说的 倒是和档案资料对得上 至于背词典能不能背到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前二十名 徐国章不能武断地否认 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 努力的程度也不同 别人不行 不代表夏小兰不行 这一段自我介绍很流畅 事前准备的也罢 音准就在那儿呢 有的学生考英语能拿满分 一张嘴说 磕磕巴巴忽然就口吃 徐国章连猜带懵 才能勉强听懂 这就是口语太差呀 夏小兰不多不少 正好说了五分钟 凯瑟琳看着手里的资料 忍不住问道 哦 你才大一师嘛 去年高考英文卷拿了满分 你要知道 就算是在英国 这也是不容易办到的 而你还是一名农村的学生 在农村想学好英语就更难了 凯瑟琳不是夸张 那在华国 很多人的语文 也考不了满分啊 是的 凯瑟琳老师 我是华清的大一学生 高考只是一场考试 我能拿满分 有自己的努力 也加了一点点运气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想更重要的是 把握当下 能考一百分 当然有运气成分 哪怕选择题和填空什么的 都写对了 碰见月卷老师 不喜欢夏小兰写的作文 硬要给她扣一分 甚至是零点五分 夏小兰能有啥办法 夏小兰回答得很中肯了 张爱群本来也想提问 给夏小兰多一点表现机会 想到和夏小兰认识 硬生生忍住 事后挖出来 也被人说嘴 何必去冒险呢 到现在为止 夏小兰表现得很好 主持人将夏小兰的自我介绍 大概翻译了一下 这不是说给台下观众听的 而是为了之后 在电视上的播放效果 不翻译 普通的观众怎么听懂 台下周奶奶听了翻译 马上就对关惠娥说 小兰这丫头不容易呀 学习条件不好 还能学得这样好 和她一比 周一几个都不够努力 周成当然不算 周奶奶是最偏心孙子的 她大孙子十五岁就参军 文化课差点是情有可原 成敏和顾思妍几个小的 还在念书先不说 周一这个大孙女 就没当好榜样 周家提供着如此好的条件 周一还能学得这样糟糕 真是胸无大志 让人失望啊 光惠娥胡乱点头 幸好大嫂和周一 没听见这话 否则又得小心眼 光惠娥还没从夏小兰 上次交代的精彩过去里 缓过劲来 张爱群又是送票 又是打电话 说夏小兰进了口试决赛 光惠娥要想不来吧 张爱群肯定要怀疑 和周奶奶一说 周奶奶果然比她还激动 光惠娥心想 这不是她自己要来 是陪老人家来的 听到夏小兰说 自己拿着旧词典 一遍遍被单词学英语 光惠娥的想法 和周奶奶一样 怪不落忍的 是的 这年头 谁家都不算富裕 比夏小兰更穷的 就此点都没有 学都没得上 别说学英语了 比起来是更惨 但那些人 不在光惠娥面前晃 光惠娥也不认识 她肯定是觉得 夏小兰不容易 台下林老师和贺教授 包括被淘汰的 季江源等人 都知道夏小兰的自我介绍 练习的时候听 和决赛的时候听 感触不同 站在巅峰 有个好处 随便说的话 别人都会认真倾听 夏小兰这高级卖惨 真的很能触动人 季江源此刻就在想 宁雪果然是当之无愧的才女 夏小兰和宁雪比 又差什么来 宁雪从小享受的是什么资源 高中就能出国 同样的年纪 夏小兰只怕 还在翻她的破词点 台上已经到了第二环节 听一篇短文 复述整个故事 全场静悄悄的 没有观众会在这种时候 打搅夏小兰去听这篇故事 越听越奇怪 梅兰尼和斯嘉丽 这些熟悉的人名 长篇剧作飘 剧情被压缩成一篇短文 播放结束了 要夏小兰自己 复述这篇短文 她脑子在高速运转 这该从何讲起呢 评委们都在看着她 凯瑟琳和张爱群很奇怪 这根本不是之前准备好的题目啊 怎么临时换成了这道题 夏小兰同学 请为我们复述你刚才听到的故事 作为一个耿直的理科女 夏小兰的文学素养真的不高 但飘 她还是看过的 刚才短文就是介绍了飘的剧情 却是干巴巴的描述 照着翻译 绝对要完蛋的 夏小兰按照自己读过的飘来讲 1861年 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少女斯嘉丽 从小深受南方文化传统的熏陶 可她的血液里 流浪着野性的叛逆 飘的作者十年磨一剑 一生只出版过这一本长篇 作品问世后 很快风靡全世界 就是这台下能在英语竞赛里走到全国前二百名的大学生 和带着他们参赛的老师 没有看过原著的 真的很少 这道题 怎么像是在给夏小兰送分呢 电视台的老同志也产生了疑惑 王司长的力量真的那么大 连徐国璋教授的立场都动摇了